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现代女性生理期大多使用抛弃式卫生棉 很难想象在肯亚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 家境贫穷的女性无法负担这笔费用 只能以破布和沙发海绵等物品取代 卫生情况堪忧 在性教育不足的情况下 还可能为了一片卫生棉出卖身体 台湾NGO组织发起首座布卫生棉的计划 期盼把爱心送到非洲女性手上 裁切布料 描绘形状 再来就是结合缝边的功夫要做得扎实 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八十几岁的阿嬷 七嘴八舌正在讨论什么 原来她们正在制作布卫生棉 要把爱送给肯亚乌干达和史瓦基兰的小女生 现代女性生理期都使用抛弃式卫生棉 很难想象非洲许多贫困家庭无法负担这笔开销 小女生一旦生理期报到只能乖乖待在家 甚至是以肮脏的破布 地毯甚至沙发海绵替代 卫生情况实在令人忧心 甚至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 可能会为了一片卫生棉出卖身体 那甚至有些比较难过的故事是 男生知道女生需要这个 所以男生就offer说 如果你跟我上床或是发生性关系 我来给你一包卫生棉 或是我来给你money 给你钱你可以去购买 就会觉得天哪 你一个小小的卫生棉 然后就因为这样你就把你的身体卖了 在交付卫生棉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加入很多卫生教育 性教育的实施观念 那还有一些我们信仰上我们女生的价值 这项活动是附属在NGO救协救命协会组织下的计划 2015年开始推动 两年内已经发放四万多份 共有六千个女孩受惠 接下来更要在坑牙等地培育百万个种子教师 教非洲女孩自己的卫生棉自己做 中央车记者胡玉利 多伦多报道 2017台北市大运 30日晚间举行闭幕典礼 各国选手在嗨歌中计场 高举中华民国国旗或制作标语 感谢台湾 中华代表团有199人出席 气氛超嗨 副总统陈建仁也特地出席致词 为12天赛事画下句点 把我们最好的那一面 让全世界看到 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 我们做到了 国际大学体育总和会长 马迪特辛小秀中文 感谢世大运志工 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谢谢参与世大运的每个人 包括成功申办世大运的前市长郝龙斌 全场掌声四起 让台北的夏天更加多彩多姿 让2300万的台湾人民 有这个荣幸 陪伴你们一起创造历史 留下你们在台湾最美好的回忆 再一次感谢全世界光临台湾 谢谢大家 在意大利南高音浑厚的嗓音中 世大运会齐顺利交棒给2019年主办城市拿坡里 这个被誉为欧洲文明摇篮的城市 也线上充满文化气息的舞蹈 世大运闭幕式展现台湾民族文化精髓 除了传统阵头采接 还有季晓军 佳佳和徐佳寅等歌手接力演出 本届世大运 中华队夺下26金 34营和30童 共90面奖牌入账 名列世界第三 闭幕式最终在璀璨烟火秀中 画下完美句点 中央社总和报道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 为美国收获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摊位里各式咖喱 烤鸡和炸糊 民众一一排队 等着品尝美食 尽管天空飘着毛毛细雨 游客依旧络绎不绝 在布鲁塞尔登场的 2017印度美食节 可以看到不只是印度人 还有本地居民 一同品尝印度传统料理 去烤鲁 外国人士 从印度美食节就能看出 居民对于城市不同文化的食物 接受度颇高 但对于台湾文化 似乎很难想象 现场民众表示 台湾如果在比利时 办美食节 大家也都会有兴趣 但他们也强调 食物只是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更广泛地推广 台湾文化会更有吸引力 中央社记者唐佩军 布鲁塞尔报道 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 6月吸引大猫熊宝宝诞生 最近原方公布猫熊宝宝的近况 猫熊宝宝已经两个月大了 成长状况良好 身体检查数据显示 猫熊宝宝身长43.9公分 体重3010.4公克 超过3公斤 和出生时的150克相比 长大许多 原方也从猫熊宝宝的 日常活动画面说明 猫熊宝宝现在眼睛 可以完全张开 睡觉时会翻身 虽然还没有办法站立走路 但是奋力在地上爬的模样 十分可爱 猫熊妈妈哺乳的情况也正常 母女健康非常良好 原方将为猫熊宝宝公开命名 目前光是网络上募集到的命名提议 就高达25万件 原方预计在猫熊宝宝出生100天时 也就是9月下旬宣布命名结果 这样是综合报道 新加坡全力推动智慧国城市 打造智慧生活空间 新加坡台贸中心把握机会 举办物联网贸易洽谈会 向新国厂商推荐优质台湾产品 全力进军东协市场 看上物联网的庞大商机 以及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外贸协会带领台湾IOT的厂商 拓展东南亚的市场 也因为台湾的ICT产业的优势及发展 所以在这边也引起了 新加坡业者的极大的重视 台湾厂商推出的云端智慧门禁系统 使用者无需使用钥匙 利用智慧型手机就能开启门锁 另外也可以使用云端 分享e-key 让获得授权的第三方 使用蓝牙手机开锁 轻松享受安全的智慧生活 台马中心指出 今年共安排了80场次的洽谈会 希望能借由新加坡在东协的枢纽地位 拓展MIT产品到国际市场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新加坡报道 美国与北韩关系日益恶化 加上之前美国大学生 遭北韩关押反国后随即死亡 美国国务院最近宣布 9月1号起禁止美国公民 前往北韩为期一年 声明也指出 除了经过批准的媒体工作者 滞留北韩的美国公民 也应该在9月1号前离开 让许多环球旅行家 直呼可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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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